成都楼市呢到目前为止也才刚刚解除限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而且才楼市到目前为止才刚刚解除限购限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最近几日成都的楼市又开始闹翻天了 今日呢原本打算与各位讨论一下成都楼市的热门话题 就是月天府首付1.5折 那么20年先期后本的优惠政策 然而就这个研究室下呢 却发现这背后似乎隐藏着不少的问题 令不得不去重新审视和看似诱人的政策 那么在前几天房地产的最高部门确实有宣布 现在买房 房贷首付从过去的30%已降到现在的15% 或者是20% 但是这个并没有立刻应用到各个城市 包括现在的房贷利率确实也在降 但你会发现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按照公布的这个数字去执行 而地方呢它会有一个自主的起伏 从字面上来看 这一个政策力度之大 堪称是前所未有 刚才我讲过了啊 月天府首付1.5折 而且是无息 就暂时你不用去交这个房贷 不用交首付 直接办理入住之后了再交这个首付啊 那么堪称是前所未有的 购房者需要支付极低的首付 或者是暂时不需要交付首付 且在前期的月供压力也是大幅度的下降 仿佛买房变成了一个轻松无负担的事情 乍一看呢 这无疑是银行这个为了购房者分担了大部分的风险 使得普通人也能够受到购房的便利 然而事实呢 肯定并非如此简单 回顾2022年年初当时房地产市场 遇到了困境许多开发商 由于资金周转紧张 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停工项目 为了吸引购房者 不少开发商纷纷推出了各种的优惠政策 如这个免月供 减免月供 免月供 减免月供 大折月供 那然而这些优惠政策背后往往隐藏的种种的问题 一些购房者被这些诱人的条件所蒙蔽 吸引诱惑 却始料未及到后期 后期施工进展极其的缓慢 甚至陷入了无尽的等待之中 包括我们在这么多年遇到的烂尾楼啊 或者是大量的控制 都是这么一种情况 而近期成都楼市所推出的月天府首付1.5折 20年先锡后本的政策 1.5折什么概念 100万你只需要拿15万 对吧 那么也不禁让人想到了前一段时间零首付政策 那么这种政策看似为购房者降低了门槛 实则可能让购房者陷入更大的风险之中 先锡后本的这种房贷方式 虽然在前期减少了购房者的负担 但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变向了抬高了杠杆的这么一个措施 你前期比如说100万的房子 你前期可能拿10万8万 你就能入住 但是无形当中大家想一想 你是不是由来原来的70%的贷款 现在直接变成了90% 95%的贷款 你贷的越多杠杆越大 你还的本金是不是就越多呢 对吧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面临着无法偿还的困境 此外这种政策还可能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例如一些购房者可能会因为无法偿还房贷而陷入信用危机 这种事情在这么多20多年的房地产看法当中屡见不鲜 200万一套房子 你花了20万办理了入住 贷款了180万 当你住进去之后 你认为你的房子住得很轻松 但是当你再开始偿还180万房贷利息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每个月几七八千八九千甚至一万的利息钱 还了20年你才发现 这里我还本金还遥遥无期 我还的这么多年只是利息 甚至影响到家庭的财务状况 同时这些透支未来的政策 也可能对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造成极不灵想的毁灭性影响打击 面对如此复杂的房地产市场 作为普通购房者 我们更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谨慎的态度 天上不会掉下饼掉下来的也只能是陷阱 在购房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仔细甄别各种优惠政策背后真实的意图和风险 避免被一些花里胡哨的这种噱头所迷惑 同时我们应该关注房地产市场的整体的趋势和政策走向 以便做出明智的决策 那么除了这些政策之外 成都楼市近期出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 例如有些网友投诉想要恢复这个限制制度 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还有一些网友投诉开发商恶意降价销售损坏业主的利益 那么这些问题的反映出当前房地产市场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当然不只是全国持有成都市这样 作为二线的省会城市 成都市最后一个解除了限购限价 解除了限购限价 其实是对整个大西南大西北的影响是超级的大的 包括这一次成都的这一次解除限购 包括五月份的又一轮下降 有可能会打响整个西南大区的房价 又一轮普跌 而在这普跌之中我们要认清现实 虽然现在最高部门给我们楼市出台了优惠的政策 包括减息 包括减少首付 但是它应用到每一个城市的力度 时间 效率 是不一样的 拿我们现在比如说山东河北来讲 大部分的这个手套房贷 还是在30% 并没有随着这个节奏变成15% 15%它是一个应用的理论性 但是到下面执行是需要时间的 包括现在的这个房贷利率 大概也是在百分之三点几 也没有像最高部门前段世界公布的百分之二点六 二点四没有啊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即使房价下跌了 大家还是要注意很多人借着房价下跌或者是政策的调整 包括优惠政策的打理实施 在里面做文章 夸大其词的这种各种活动 大家还是要插量 酸远 还是送给大家一句话 在我看来 我认为如果是我买房 我很少去买新楼盘 因为新楼盘的风险和将来的位置属性太大 建议大家还是买一个三到五年的次性房 靠谱 对吧 你又即使能拿到房产证 最起码你是县房